好 我們看看Joyana 知道菜現在長什麼樣子 這是醃過四天而已的秋葵 正常它可以醃到兩三個禮拜 OK 好 來 蕭瑩開始喔 來 蕭瑩吃吃看 吃一點點好不好 這樣好 蕭瑩只是來砸店的 怎麼樣 如何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好吃嗎 所以原來 它就是我剛這樣聞很酸 但是吃到就其實 它一點點酸而已 OK 來 郭彥甫 我覺得還滿好吃的 有沒有妳害怕的秋葵的事情 可是還是有點深啦 太澀了 後面 好好吃喔 好吃嗎 好像 好像醃的酸黃瓜 好像醃漬的酸黃瓜的感覺 好 妹妹妳要 阿寶 妹妹要不要吃一口 她說她要吃一小口 我要檢查 她說她要吃一小口 要檢查 來 來 其實也 其實也沒有什麼苦耶 為什麼 妳是在幫我吃 念哪個大人的泡 沒有 再吃一口 她已經沒有了 整條給妳吃好不好 不用啊 不用 不用啊 要逼到最後她才願意講出真話 劉民修呢 對不對 她就是酸黃瓜 酸黃瓜 酸黃瓜 味道很重 味道很重 比較不黏了耶 是 那個黏液不見了 那這樣有沒有好吃 就像漢堡的那個醃黃瓜一樣 對 青石 麥當勞那個酸 或者那個魚 Costco的那個酸 麥香魚 麥香魚裡面的酸 麥香魚那個酸 麥香魚的味道耶 我覺得男生對酸這件事情 沒有很投入 可是可以再醃酒一點耶 好高級的味道 再醃酒 她講啊 她剛剛說可以醃兩個禮拜 好適合配白酒喔 酒咧... 現在可以配酒咧 會不會是因為醃的關係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絲啊 都已經沒有了 其實是一開始冰鎮的那個步驟 OK 持綿疫還是有 那這一道是Joanna目前 得到比較多好評的 所以如果要有勝算的話 應該是在這一道上面 可以分出勝負來 可是她面對的是漢堡耶 對啊 漢堡已經所向無敵的啊 誰會不愛吃漢堡牌 你稱呼好深喔 蓉姐 麻煩你把蓋子掀開 好可愛喔 因為要適合你們吃 我就今天小一點 而且一口吃漢堡牌耶 多貼心啊 好過癮喔 我還得派那個小孩在馬屁 小孩要不要那個番茄醬 大家蒸一下番茄醬 還有番茄醬 好吃嗎 那整個吃掉 全部吃掉 她吃掉整片耶 怎麼辦 齊薇呢 吃得出秋葵味嗎 完全吃不出 但是她那個黏黏的感覺 肉跟肉之間還在 只是很少 OK 所以她這是個漢堡牌嘛 因為秋葵最好的 就是她那個黏液 對味非常好 商贏啊 吃不出來 可是吃不出這樣很過分耶 就是吃不出來 但是她那個真的 她那個黏黏的還是這樣 所以肉會比較軟 因為這個肉 肉怎麼變得好像瓜子肉的感覺 對 軟軟的 如果妳去當美食評審 然後參賽者拿出這個菜來 妳會說什麼 因為我們是故人院蔬菜嘛 所以希望就是讓她來當主角 她要占的比例要在90%以上 可是真的很好吃耶 可是這真的也太好吃了啦 很好吃 對啊 這個給我們露臉了 很厲害 然後我昨天和了很多那個餡 那就煎了這幾個小看法 剩下的都會包餃子 因為我們不是也在研發餃子嗎 可是包餃子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黏黏的跟那個肉 你包餃子不能 人家包餃子要那個餡多一點 比較好吃 你放太多 它會擠出來那個滑的 所以你就餡要放少一點 少一點煮出來那個餃子是躺的 趴的 而且夾不起來太滑了 而且這根本不用沾任何醬啊 對 它味道很足 小孩子可以沾番茄醬 蛋 它可以當配 它不適合再包到漢堡裡 對啊 它可以做自己啊 對 而且漢堡肉 它會乾乾的這個體內 我覺得今天的比賽 是兩種不同的哲學 對 沒錯 Joaina強調的是 你要散發食材的本來的味道 然後呢 姐姐這邊就是完全 在走遮掩她的路線 對 所以一邊是世故深沉的老江湖 做出來的菜就是 要把苦味通通都抹去 讓人生充滿了甜味跟香味就好 一邊是不是衛生的少女嗎 對 就喜歡長進任何 人間該有的味道 所以如果從這立場來講的話 兩邊不分勝負 不過依據康希愛立場呢 當然是蓉蓉姐獲勝 很好吃 謝謝各位評審 謝謝收看 歡迎 trimming reverber 我們可以叫下一位告情選單 我曾經把一位女藝人 我有做錯了很多事 是的 如果全部要講出來的話 明天晚上10點 中天縱火 拍戲來了